欢迎老师那演讲和脱口秀有什么区别 我这么问你 你会不会在听了马云的演讲之后 你会抱怨说你这个一点都不好笑 那你又不会在看完周期末的脱口秀之后 你说今天还真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你不会对不对 因为演讲主要是讲道理 脱口秀主要是讲笑话 讲道理就是要摆实实 讲依据讲经历 找各种各样的论据 来证明自己的一个系统的论点 然后从而让观众觉得 哎呀我之前的想法好像是不太对的 哎呀我好像应该采取一些真正的行动 来改变我之前的状况 但是脱口秀大家来的时候 就是期待你讲轻松的好笑的东西 当然了好了脱口秀在轻松和愉悦之后 能带给你一些启发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场景 如果你在演讲的场合 你讲了30分钟40分钟了 一直在逗乐 观众就会逐渐的从一个很轻松愉悦的状态 慢慢会开始质疑 内心有一个声音说 那我听到你这个东西之后 我有什么收获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这就是大家在演讲的里面 期待到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但是我们也经常在8年之前 做脱口秀的时候 就碰到很尴尬的事情 大家分不清 什么是演讲 什么是脱口秀 你演出结束了 观众就会问你 那么你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很尴尬 好 好 好